像我们会讲到的是这个 Electricity Generated at the Power Station 你懂的是Power Station 发电厂 对了发电厂 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有几个不同发电的方法 像第一个的话 它是用什么东西来发电的 用石油 它是用non-renewable energy 所以如果能量的话 一定有什么东西 一定离不开 石油 天然气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从底下挖出来的 把这些东西挖完 所以想用这些东西来发电 你拆到 就是 用火烧 我用火去烧这些软料 烧了过后 它就会产生出什么东西 蒸气 对啦 蒸气 它这边有水流的 因为它很少 水进来这边就变到去热水 所以热水它就会产生蒸气 所以这个蒸气 就会rotate the turbine 我说是turbine turbine就是那个渦轮 看到这里是turbine 当那个渦轮转动的时候 电流就会产生的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 什么方法的发电 都会有用到turbine 后面你开的时候就用到turbine 只要turbine一转完 就会发电了 嗯 那这里还有讲到 Energy change 一开始是 chemical energy 我说chemical energy 对啦 化鲜能 然后呢 化鲜能够 它烧那个热水嘛 然后这个热水 它就变成热能 然后当那个 steam弄到turbine 在转动的时候 就会产生出 kinectic energy 什么是kinectic energy 什么是kinectic energy 就是 动能 它在转动 到最后 发电 就是电能 这个就是energy change 然后你可以记一记 其实是蛮简单的 所以这个就是 用煤炭发电的 可以记得它的过程 下一个呢 下一个呢 是用solar energy 什么是solar energy 太阳光 对啦 太阳灯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 你有那个阳光 阳光去晒那个solar banner 那是solar banner 那是太阳板 对啦 太阳太阳能板 对啦 所以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吧 嗯 solar banner solar banner coloured light energy from the sun into the electricity 对啦 这个太阳能板 就会把那个光能 转换边去电能 所以这个就很特别 这个 这个它没有特别 然后它没有特别 然后直接就飞去 太阳能板 可是这个太阳能板 是很不利的啦 所以你现在也 会看到有很多的 的胶去装这个太阳能板 其中一个板大概要 要10千块 就是要1万块 不便宜啦 嗯 下一个 OK hydro electric power station 什么是hydro electric 嘞 水力 对啦 水力发电 每次你看到hydro 你就要想到水咯 嗯 so这个就是水力发电的 ok 嗯 你看啊 这个是water reservoir 水坝 对啦 水坝呢 它有存了很多水啦 然后中间它有个洞 让水流下来的 冲下来的 嗯 为什么还要让水冲下来呢 冲过程有点没有 啊 冲 的过程 啊 它会 擦成电 啊 之前来讲的话 有看到这个特别吗 啊 这个turbine很重要啊 啊 就是 当水冲下来的时候 它冲到这个turbine 怎样 转动啦 对不对 啊 当turbine转动 就能够这么 就能够 发电啦 yes 对啦 啊 就这样子咯 啊 跟刚才那个steam的那个原子是一样的啦 啊 那么turbine转动 就会发电啦 啊 所以马来西亚目前 也是有蛮多的发电场 是用水力发电的 啊 嗯 啊 so 啊 来练一下这 这几个mechanism啦 啊 对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你要做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话 你的damp都会建在很高的地方 为什么建在高的地方 因为你高的地方 那个水冲下来才有冲力 所以water flow from high level to low level so那个water flow的时候 它就会rotect a bike 然后就会产生电力 所以它的energy change 一开始是Graditional Potential Energy 那叫什么是potential energy 它是叫做湿能 然后就从上面冲下来的 跟地心引力有关系的 就是地心引力的湿能 然后它动过转动就可以有动能 然后动能转动能就变去电能 就这样子吧 这个可以 下一个是用Vin Energy Vin Energy就是风能 像风车 这样所谓风车 来练一下它的mechanism OK 受阻挡什么是blades 它的那个扇子 然后它好像扇子这样的就是blades 当有风吹的时候 这个blade就会转 然后blade转的时候 特败也会转 特败转了的话就会发电了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是动能电器电能这样 因为它前面都是 这个马来西亚就比较少见了 荷兰就很多了 然后下一个 OK Using nuclear fuel 懂什么是nuclear吗 核电厂 对啦核电厂 所以核电厂还有一点有个nuclear reactor OK 这nuclear reactor里面就是有很多那个核能在里面的 这个东西不可以爆炸 不可以泄露 泄露了就够力了 OK 然后它的mechanism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练一下它的mechanism Nuclear reaction boiling water for the same stay vertised the turbine generated for the electricity OK so首先它有nuclear reaction 然后化学 核能反应 在这个nuclear reactor里面 然后当核能反应发生了过后 那我们呢 就会有那个热水产生 OK 那水本来是冷的 把它蹦到去里面的时候 因为有核能反应嘛 动到那个水变到很热了 水很热的时候就会产生steam 然后steam又会rotate turbine 然后就可以发电了 所以其实它这个它的方法跟那个 我们烧那个煤炭什么一样的方法咯 然后先产生steam了 然后steam就转 turbine 然后就会发电了 把这个核能的话 它比起那个feel的话 核能是比较environmental friendly 它对环境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烧煤炭的话 一定会污染环境的吧 对不对 它会常常出二氧化碳 可是这个nuclear的话 它就不会有二氧化碳了 它就在里面罢了 所以它比较environmental friendly 所以它的energy change 就是从nuclear energy转去heat heat转去kinetic 再转去heatical energy 就这样子 好 最后一个呢 是bio-max 讨论是bio-max 生物化肥 对啊 生物化肥 这个活生物很特别一下 你看到 一开始它有bio-max 然后这个bio-max 会产生出什么东西 出来呢 水蒸气 水蒸气啊 不是 它会产生出一种gas 这个gas叫做methane 我怎么是methane gas 不懂 我忘记了methane gas 华语叫什么了 不懂是叫做那个甲烷 它是一种很臭的gas来的 像那种放屁那种味道这样 ok 那个就是methane gas 所以bio-max 它是很臭的 其实 因为它是用那种 生物的那种肺料 产生的 所以它产生了methane gas 然后我们就拿火去烧 烧到methane gas 然后那个水就会飞腾 水沸腾的话就会产生 steam啦 ok 然后这个steam 你可以弄到砂漫转动 然后就可以发电咯 就这样子 ok 可以吗 ok啊 嗯 所以你要记得methane gas 是可以被少的 啊 ok 就是它是用那个火 就是它给这样送煤气 这样子然后产生火 然后火又煮热水 可是我们的煤气里面那个是 methane gas还有我天软气 还有的 那不是methane gas 啊 ok 啊 虽然跟我们煤气不一样 啊 那个水里面是有那个methane 还是没有methane 水里面有什么 有那个methane 还是没有那个methane gas 没有啊 你的methane gas拿来扫好不好 水里面就是水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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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methane gas 它是可以被烧的 ok 啊 所以当你烧它就会产生出 steam 啊 啊 啊 这个就比较 啊 environmental friendly 比起烧那个 petrol啊 cold那些 啊 啊 因为你这个methane gas 啊 你烧它是不会污染环境的嘛 对不对 啊 而且biomax的话它一直都会有的 ok就是这样子啦 ok 好所以这边有它的methane gas 然后来练一下它的methane gas 基本上啊 它跟上面都是一样的啦 说到第一个不一样的啦 ok 啊 啊 所以这个biomax它就是 发泄的 capical energy 然后后面的就是一样啦 啊 key genetic 这样 好有问题吗 啊 没有 这几种 都是蛮简单的啦 ok 嗯 so我觉得这些 啊 power station 应该 多数也是会问在objectiva啦 啊 啊 就这样子啦 好 structure也可能会问啦 所以是要 记记它的是怎样的function 都是很简单 好 然后下一面是讲到什么呢 啊 dc跟ac啦 啊 大家有问我的啊 direct current跟alternating current ok 所以这边有跟你讲啦 啊 direct current的话 dc咯 alternating current的话 叫做ac 好 然后这边还有跟你讲啦 什么东西是用direct current呢 啊 公警 你先练这一句先 啊 嗯 Direct current is an electric current that flows in one direction only 啊 所以你要记得哦 Direct current它只会 有多少个方向 一个方向 对啦 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罢了 它的电流只会走死一个方向罢了 知道它不会reverse的 ok 它只会走一个方向罢了 ok 所以我们有什么device 啊 懂什么是device吗 啊 哦 7G 对啦 7G咯 是用dc咯 啊 我们有tosh light啊 calculator啊 或者是toy car 啊 基本上啊 你那个东西它里面是有battery的 它都是dc的啦 ok吗 啊 啊 啊 然后这边下面啊 就有讲了 有什么generator是用 是产生dc的咯 啊 produce light current的咯 有这三个啦 ok 来练一下这三个东西 Color cell accumulators batteries 对啦 啊 有这个太阳灯板啊 啊 accumulator 有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的accumulator吗 嗯 like那种 啊 那种车那种 啊 对啦 车的engine里面啊 你可以看到有那个accumulator 然后还有battery咯 就是普通的电池 啊 所以这些都是产生出dc的 啊 嗯 好 然后下一个alternating current 啊 来练一下alternating current 这个句子 啊 alternating current 它是可以 啊 它是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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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rse的 所以下面有些asample啦 比如说brake toaster hair dryer air conditioner 啊 啊 就像我们那种家庭用具啊 啊 就知道它有插图了 啊 这些都是ac的啦 啊 啊 好 有问题吗 各位 啊 啊 下一个呢 我会看到的是CRO Cathletary oscilloscope OK 啊 这个东西也是很多 啊 很多那些 特别的东西一下的 啊 啊 我要是要死杯啦 啊 我的话也是不喜欢这个抖个杯啦 啊 没有办法啊 啊 它有就要学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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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letary oscilloscope Roscope CRO is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is used to show the difference in the shape of graph direction of current and voltage change for direct current and alternative current for this OK 好 so OK 第一句它讲到什么东西呢 啊 嗯 它是在讲着 CRO有什么 有什么用途啦 OK 所以就是CRO它有什么用途呢 这个东西 啊 它的function是什么 啊 所以要 要show什么东西 啊 这个叫地表 嗯 它要 它要show那个 different in the shape of graph 就是那个 graph的形状 啊 讲什么是graph啊 应该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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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graph的形状 Current的方向 还有那个 Vortex的改变啦 for DC 跟AC 啊 所以好像今天 我不确定那个电流是AC 还是DC 我们可以用这个 CRO来 check咯 啊 它AC有pattern DC有DC的pattern OK 啊 啊 OK 所以来 练这个句子啦 可以啦 所以它就讲了 啊 因此你要 你就被鼓励啦 然后来 学一学的 啊 几个 啊 switch 啊 来控制这个 CRO啦 大家想看它这边有多少个switch啊 啊 2 2 4 6 7 7个switch啊 啊 啊 所以每个switch你都要记一记啦 啊 像第一个switch是叫做 Wide Game Knock OK 啊 来练一下这个句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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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用来改变那个 高度 高度了 对了 那个亮点的高固这样 OK Magnitude就是 好像它是一个上下上下这样的 然后有那个线的那叫Magnitude OK 你可以看下面这边的 还有那个上下上下那个线 然后这就是Magnitude 上下上下这样的 OK 然后 Yshift 是什么呢 来练一下 这个是要 adjust那个 light spot的position but is vertically 什么是 vertically 打直 对啊打直的 OK你看到它这样有 有横跟直是吗对不对 Yshift note就是 把它adjust打直的这样adjust 我不会你想要有没有这个机器啊 有的话就可以玩一玩了 好下一个来练一下 好下一个来练一下 to adjust the position of the life for horizontal OK 所以这个应该很容易记住啦 Yshift note就是打直 Sshift note就是打横的 这个跟我们画画是一样的了对不对 有我们有S axis Y axis对不对 S是打横 Y是打直 这个简单啦 好下一个来练一下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input you see 这个direct current或者alternating current shift 就是开关的意思啦 至少你要选择放进去什么样的current 如果你要放direct current你就调咯 你要alternate current你就再调去alternate current 它是可以转的啦 好下一个是intensity control note 来练一下 controll the brightness of the next part on the CR of screen OK 什么是brightness 亮度 对啦亮度咯 这个就是control那个亮度咯 如果你觉得哇这个很暗咯 看不到啊 可以调亮点啦 好 其实你看到intensity啊 你就想到它是跟光是有关系的 因为光是叫light intensity嘛 好下一个focus control note 来练一下 to control the sharpness of the light spot on the CR of screen 它是控制那个light spot的sharkness 这个呢就是要controll那一个movement啊 就是它的移动这样咯 OK 啊 OK 啊 OK 所以就是这几个按钮啦 啊 啊 所以要记一记咯 每个按钮什么用 OK 有问题吗 啊 没有问题 啊 OK 啊 so 我们先停一下